大家好 我是宋定祥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簡歷 今天一樣要來回答大家的疑問 上次回答了所謂的第一個疑問 今天要回答第二個 考點何在 這個涉及我們考古的大數據的分析 從這個命題趨勢這邊可以看到一些表格 幾個表格 等一下可以大概跟大家講這個表格怎麼來看 第一個要如何來掌握命題趨勢呢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的說 有些補習班考前會有一些考拆 其實這個就是涉及命題趨勢 因為比如說明示書中法 他考的東西其實很多 有些東西可能就是讀了就會 不讀就不會這樣 新的實務見解 所以如何掌握命題趨勢 預測說未來會考什麼點 這次考試會考什麼點 其實對於或許高分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掌握命題趨勢 第一個就是學者或是實務見解的一些見解 特別是新見解或是新變更的見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或許會聽到說 有些考取的學長節或是一些前輩們 他們都會說考古題的練習很重要 這個重要點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想 考古題都已經出過了 還會再出嗎 可能會有人覺得不會啊 怎麼可以重複出這樣 但是這邊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或是有一個建議這樣 考古題雖然不會重複出 但它出了真點會重複出 很有可能會重複出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會是出題者他們覺得重要 他們覺得你未來去做實務界的時候 需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他們覺得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會常考嘛 從這個這樣理解呢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說 考古題的一個大數據分析 其實對於我們掌握命題趨勢 對於我們高效率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這幾個表格 來看說 近五年的考試 司法官 律師 三等法治 執行員 還有四等書記官這些考試 它可以讓我們歸納出它的考點在哪裡 近五年的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處分權主義跟辯論主義 或許會有同學覺得管轄權是不是也很重要 結果反映在這邊了 近五年只有考過一次 涉及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這邊有點不太理解 其實也沒關係 如果是要掌握重要真點這樣的學習方式的話 其實管轄權這邊不太理解 也不一定不好 所以說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後面有什麼重要的爭議 當事人事格也很重要 合一確定原則 你看合一確定原則在這邊已經考了兩次 在後面又考了當事人事格 合一確定原則 總共加起來這麼多次這樣 所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出來說 考司法官 律師 四等書記官 很重要兩個點 當事人事格怎麼判斷 還有合一確定原則 怎樣來做 什麼時候要適用合一確定原則 涉及共同訴訟的一些問題 接下來可以看到說 產民權跟產民義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或是自由新政的一些相關爭議 這個其實就是證據法的東西 自由新政它涉及證據法的理解 也涉及我們一開始有提到的辯論主義 所以辯論主義跟證據法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點 接下來數字客觀合併 預備合併 選擇合併 考司法官或是律師的同學 徵典整理一定要會 每一年都會出 要麼要出在司法官 要麼要出在律師 不排除兩個都會出 因為證點整理是一個特別被強調的程序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 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計判力的認定 同時也會涉及訴訟標的的認定 其實這兩個東西 對每個爭點都有某程度的影響 所以說訴訟標的跟計判力 大家一定要會 還有在數字追加變更的部分 請求基礎式統一 好 直接看結果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一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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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 就是這個點很重要 結構反應在黑板上這個表格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舉證者分配 好 一樣也是一直考 一直考 所以舉證者分配 要如何來做 要如何來寫 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就可以多分配一些心力來理解 或是說多分配一些心力來想說 考試的時候要怎樣來寫 就不要到考試的時候 在考上當場想這樣 太浪費時間了 既然知道他會考出來 那何不在這個準備的時候 就先來朝你自己的擬打 或自己的模板呢 好 這個就是一個效率 有效率的上榜方式 應該要這樣來學習 好 那一樣 這邊增典校的計算力很重要 常考 好 那可能會有同學問說 再審上述是不是常考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上述的東西 它其實考得很零散 好 所以 並不會就某一個增典一直考這樣 所以上述 他可能本質上學習都是 大家要在這個上述利益 上述的合法要件這樣的理解下 再去理解會比較好 好 所以 這邊比較沒有什麼常考整點 可能所以上述審 本質上就比較不好準備 好 所以 這邊 這部分準備不好的同學 也不用氣餒 好 那再來是再審 再審 你看 只有103年司法官要考 那所以再審也不常考 所以再審不太理解 也不是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關係 好 但是這個 如果真的要好好做事務的話 可能每個部分都要理解 不過今天是在講 如何效率的上榜 好 那支付命令 也只考過這兩次這樣 夾扣押也比較少要考 家庭事件 也只有在司法官跟律師會考 所以可以說 四等書記官的同學 家庭事件法如果還沒讀的話 沒關係 不用氣餒 還是有上榜的機會 因為家庭事件法不一定會考 好 不過換句話說 就是家庭事件法的理解 如果你家庭事件法學得好的話 可能對於民事訴訟 這樣來交互參照 也會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效果 好 這是附在一起 好 命題趨勢 我們就可以大概看到這邊 好 那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上述再審 夾扣押 支付命令 家庭事件法 這些是比較不常考的徵典 那舉證責任分配 計判例 政典效很常考 要注意 好 那請求基礎事件 統一 計判例 那特別剛剛講 這邊沒有寫到的 訴訟標的的認定 這個徵典整理 數字客觀合併 好 那再來是 產民權 產民義務 當事件事格 跟合一確定原則 或者說公共訴訟的 固有必要公共訴訟 好 那還有處分權主義 跟辯論主義 好 所以從五年的大數據的分析 我們可以分析出說 主要真點就這幾個 所以如果要高效率的學習的話 各位同學讀書 或是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就這幾個點 建議大家可以先抓起來 有額外的時間 再去讀其他 比較不常考的點 這樣才是有效率的上場方式 好 那今天這個問題回答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